中国贝多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发生在2007年 这一事件差点让贝多导航半路夭折 当时中国贝多导航与伽利瑞导航正在进行评断资源争夺 结果在关键时刻 导航卫星最核心的设备原子中被故意拖延 差点让贝多导航失去了珍贵的评断资源 但是也爆发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科技突围战 大家好,我是熊猫 你们期待的科技突围战第九期来了 本期视频依旧硬核 喜欢的话,搬完点个赞 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 评断争夺事件的背景还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 由于海湾战争的爆发 全世界都认识到了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性 包括中国也是 但是导航系统是真正的高科技产品 钱和科技缺一不可 所以除了美额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单独建设导航系统 于是,很多国家就想抱团来建设导航 以减少对美国GPS的依赖性 其中,伽利略导航系统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2000年左右 欧洲空间局邀众多国家一起建设伽利略导航系统 当时我国刚刚组建完北斗一号 在导航卫星领域有一定的技术积累 所以也在被邀请的行列 相比于欧空局有钱有技术 我国北斗一号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 最终考虑到后续的技术资金的问题 最终决定加入伽利略计划 共同建设卫星导航系统 试图曲线救星 2004年 中欧正式签署伽利略计划合作协议 成为伽利略计划第一个非欧盟成员国 为此 我们还投资了2.3亿欧元的巨额资金 要知道 当时的2.3亿欧元相当于25亿元人民币左右 这个预算甚至会拖累接下来的北斗计划 但这也足以表明 我们搞导航的态度和决心有多大 然而这个决心很快就被浪费掉了 按道理来说 第一个非欧盟成员国的地位应该比较重要 但是我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 中国一直被欧空局排除在伽利略计划核心决策圈外 不仅技术上对中国严格保密 甚至连地位上都不如后面进来的其他国家 科技是买不来求不来的 很多人不太理解 现在应该懂了吧 懂得可以扣扣一 在被欧空局忽悠2.3亿欧元后 中国终于下定决心自己做导航系统 也正是这个决定 开启了北斗最跌宕起伏的一段历史 2006年 中国重启北斗2号项目 此时面临和欧空局的伽利略 争夺评段资源 情况非常紧急 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 评段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由于美俄最先发展卫星导航 所以黄金评段几乎全部被他们俩占用 只留下四分之一左右的评段 给世界其他国家使用 而且任何国家使用评段 都必须向国际电链申请 得到允许后才能使用 还必须是在7年的有效期内 成功发射导航卫星 如果没有在归电时间内 就必须重新申请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先战先得的原则 这种优质的评段 有可能发生被截胡的威胁 2000年4月17日 北斗和伽利略导航系统同时申报成功 所以北斗卫星 必须在2007年4月17日前 成功完成评段任务 而中国重启北斗2号的项目时 就已经是2006年了 也就是说 距离评段的有效期 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 但此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原先我们一直进口欧洲的原子中 在这个时候巧妙地掉了链子 需要18个月时间才能到货 时间紧急又无法进口原子中 成了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 这就好比你去便利店买纸上厕所 他们却告诉你 等你拉完了再来买 一样难受啊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原子中是什么 实际上 它是卫星导航最重要的核心部件 雪猫简单科普一下 由于导航的定位 是通过测量卫星与用户基站的距离 进而推导出精确位置 这个距离是通过电磁波的传播时间来确定的 需要满足这个公式 这里的C就是光速 是一个固定值 所以只要确定电磁波 从用户传到卫星的时间差 就可以推导出量者的距离 加上光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所以一旦时间差不够精准 就会导致出现失之毫里 没有一千里的情况 这就要求计量时间的设备精度 要非常高 而原子中就是这类设备 原子中的原理稍微复杂了点 我会把它放在评论区 这边就不展开了 总之一句话 星导原子中是导航卫星的心脏 没有它 北斗卫星就上不了天 同样 它制造难度也非常大 全世界仅有几个国家能够生产出来 此时在中国争夺评断的最关键时刻 北斗最重要的原子中 恰巧延迟到货 其信不纯 可是兔子会认输吗 会得请扣一 不会得请扣二 真实情况是 当然不会了 北斗系统总设计师 两弹一星元勋孙家动立下誓言 我们自己的导航卫星 一定要用我们自己研制的原子中 于是 中国北斗最惊险的逆袭发生了 仅仅只用了几个月 孙家动的誓言就实现了 震惊全世界 2007年4月14日 长城3A火箭运输的北斗二号首颗卫星顺利升空 几天后 地面就接到卫星回馈的信号 而此时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频率失效时间 不到四个小时 当时所有的航天人喜极而泣 事实证明 中国所有的科技都是被逼出来的 正是凭借这个频段 中国北斗拥有了继续按规划前进的勇气 相比于中国的兴奋 其他国家更感兴趣的是 中国是如何完成原子中的研发 又是谁研发出原子中的呢 这件事直到北斗获得成功后 才慢慢浮出水面 原来这一切的背后 是中国领导人未雨绸缪的眼界 也是中国科学家大齐做的成果 他们有我国星载原子中研究的奠基人 也有承担北斗多种星载原子中的物研所 早在1996年 国内第一个星载原子中项目就已经立下 它是95任务的重大专项之一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星载原子中的奠基人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主任 梅干华 在它主持星载原子中项目时 选择了体积小 稳定性高的星载如原子中作为突破口 当时我国的如原子中性能与国外相比 差了两个数量级 而可靠性环境适应 寿命等更是一片空白 可以说是从零开始 没有设计图只能根据原理慢慢摸索 这些难度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 通常这类需要复杂测算的部件 是用仿真计算机来完成的 但是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只能一点点去尝试 每一个结构都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 比如其中一个重要的开草馆 它只有两根手指大小 为了攻克它 梅干华用了整整数抽屉的样品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各个部件中 最终它开创性的攻克了如光普登 开草馆的关键性物质 并于2000年研制出国内第一台 星载如中原理样机 但是这些够吗 根本不够 上面说了 光造出来是没有用的 因为要送上外太空的真空中 所以必须保证稳定性 寿命等要求 毕竟送上了太空就没办法修理了 所以又花了数年时间进行验证 于2005年研制出电系能样机 奠定了我国星载如原子中的理论基础 2006年 梅干华团队研制出第一代星载如中正样产品 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帮助北斗拿下珍贵的频段资源 而星载如原子中 从立项到生产出第一台星载如中 已经整整用了10年时间 10年如一日 说的正是我们的科学家 但是他们没有几个被我们所熟知 实际上像梅干华这样一心 还有很多很多 单单原子中一个项目 除了梅干华团队 还有航天科技五月联文器团队 还有航天科工二月二零三所等等 都是中国原子中国产化的重量贡献者 建议此处把致敬两个字献给他们 原子中的问题解决后 在中国北斗面前再也没有其他阻碍 和北斗争夺频段资源的欧空局 也彻底体验了一把什么叫中国速度 2007年 中国北斗二号才发射第一颗卫星 而伽利略则在2005年就发射了导航卫星 但在这之后 中国每年发射北斗导航卫星的数量越来越多 从一颗到四颗 甚至玩起了一件双新的套路 于是伽利略惊呆了 这是什么操操作 2012年 我国北斗二号正式建成 而伽利略送上天的卫星 仅仅只有四颗之多 兔子早已经不是那个被人拒之门外的兔子 但是伽利略还是那个伽利略 脑袋多了 不往一处想 就会出现扯皮的事情 在北斗迅门发展的几年里 伽利略技术故障 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甚至多次爆发大面积导航事故 但是跟林家里略难堪的是评断资源 优质的评断只有那么一点 北斗发展的越快 优质的评断资源就越少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欧空局一直要求中国与其协商评断资源分配的问题 英雄上右 默契少年穷 说的就是北斗 好了我是熊猫 喜欢本期突围战系列的记得点个赞 让更多的人看到 拜谢了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